好 再來看一下北韓 北韓怎麼回事 現在才2月 已經發了4次的飛彈了 到底要做什麼 對 非常非常誇張 應該說北韓在12月24號 12月28號 1月30號 連續一個禮拜三天 一個禮拜三次試射核彈頭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北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講12月24號 是往西部海域射 12月28號是往東部海域射 1月30號是在黃海 進行箭矢2的巡翼飛彈的發射 這個箭矢2的巡翼飛彈 大概長這樣子 關鍵什麼 它的彈頭是可以搭載核彈頭 而且它的精度 它的射程大概是2000公里 它的精準度也比箭矢1來得好 所以很多人在觀察 北韓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狀況實際上 去年一整年 尤其是下半年 我們都在看國內新聞 國際其實討論比較少 可是在去年12月31號的時候 金正恩在他們所屬政黨的年終談話 談了一個事情 徹底放棄和平統一 他不跟南韓 金正恩要和平不和平統一了 徹底放棄 然後要北韓隨時做好 大規模戰爭的準備 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1月初有間諜衛星 大概一月末兩個禮拜前 有美國的間諜衛星拍到北韓 北韓有個塔叫做和平塔 統一塔 這統一塔就是南北韓人民家握手 那很有名叫做南北韓的統一塔 它就在北韓 衛星拍到統一塔不見 不見了 都握手了 對 所以現在大家是在講說什麼東西 因為世界是有四大火藥庫 俄烏 尾巴 南北韓 台海 俄烏戰爭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錢菜 尾巴戰爭你可以想成沙拉 南北韓戰爭 我講都是我們的視角 當然對俄烏來說 我們說南北韓就叫副餐 台海戰爭就叫主餐 就是現在一直有個傳聞 就是世界分成邪惡軸心跟民主軸心 民主軸心當然是北約跟美國 現在的邪惡軸心包含伊朗 包含俄羅斯 包含北韓 包含中國 他們要什麼 讓自由軸心被奪利分 我同時打四個戰場 美國就坦白講就會分身法力 所以現在到底北韓會不會打南韓 這是大家在關注的重點 而且北韓一打南韓 那是毀天滅地的戰爭 俄烏戰爭一開打 你可以看到它是做什麼東西 做所謂大規模的路面戰 因為俄羅斯評估自己的軍力 以及烏克蘭軍用路面戰 會比較有佔優勢 尾巴戰爭打什麼 是突襲戰 對不對 因為哈馬實在是恐怖分 什麼叫突襲戰 可是南北韓戰爭一打 一定是核戰 北韓不可能評估 我靠飛機 靠坦克打贏南韓吧 所以現在嚇到第一島鏈 兩年來同一次 有三艘美國航空母艦 來整個第一島鏈 哪三艘 卡爾文森號 羅斯福這兩艘美軍 加上日本的伊斯號 他叫直升機航母 以及九艘軍艦 現在在日本這邊去做局面 第三艘雷根號在橫須賀港 母港在做stand by 所以現在學者將北韓列為 2024年的第一大風險源 而且他會用所謂的核四報 來去對南韓軍事設施發動突襲 所以如果南韓一打戰 他往核彈走 核彈走南韓壓過去 日本壓過去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要再來侵略台灣 那就會讓南韓跟日本 根本沒有空來離台灣 美軍也背奪立分 所以這就是最危險的部分 如果他發射這些什麼巡弋飛彈 夾帶核彈頭 我想要請問一下廷輝 美國這幾艘大軍艦 應該是有能力把它攔截下來吧 它可以發動攻勢 但是民主同盟 講得那麼好聽 民主同盟 有能力把它攔截下來 不會到南韓的本土吧 美國這個三艘航母 也是一減二航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除了台海之外 其實朝鮮半島 他雖然用朝鮮半島 作為主要的這個藉口 理由不是藉口 但是問題是我們知道 朝鮮半島所有的動態 從以往到現在 都跟台灣是牽動著關係的 從1895年的 甲午戰爭馬關條約 本來是跟朝鮮半島 結果搞到台灣變成日本的 然後後面來講 後面的二戰結束之後的韓戰 也是一樣 對台灣的命運來講的話 其實都息息相關 所有軍事學家 也是認為說 這一次的三艘航母 同時擺在第一島鏈上面 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 我剛看了一下地圖之後 看了美軍相關的新聞之後 也發現了一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三艘航母 它還有一艘航母在 在華盛頓州 就是在西雅圖那個地方 也在Standby 就是林肯號也準備要過來 所以簡單講 在整個美軍的全球 11艘航母當中 擺了4艘航母是在亞太地區 而且不是只有這航母而已 美利堅號的兩棲作戰艦 現在也在跟卡爾文森號 還有羅斯福號 就在菲律賓海 菲律賓海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台灣的東部海域而已 這個地方進行演習 所以再加上剛剛鄭浩講的 日本的伊士號 日本除了伊士號之外 還有加賀號 也都在Standby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那個戰力來講 其實可以摧毀北韓 大概有三次到四次左右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問這個什麼 蘭傑他的巡弋飛彈 你吃字一杯就對了 那個完全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北韓要不要動手 為什麼北韓要動手 北韓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才是一個問題嘛 那你看到最近金正恩 都一直帶著他的女兒 到處跑 然後感覺好像要接班的感覺 然後另外來講 內部來講 當然不是只有金正恩的身體問題 或習近平的身體問題 因為他們都胖嘛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有病痛存在 倒不是因為那個病痛 造成什麼 這個即將死亡或幹嘛的 而是他內部政權 是不是真的有不穩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從疫情結束之後 整個中國跟北韓的狀況 完全都是不好的 而他內部的這種民眾來講 他們比如說 現在也傳出說 北韓也是在什麼 種植一些什麼 櫻樹花 要賣賣毒品之類的 為什麼要搞到這個地步 就是因為國家經濟狀況很差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種手段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而且再加上他碰到的是隱錫月 這種隱錫月是不跟北韓談判的 所以既然沒有談判的空間 那他也沒辦法從西方國家 拿到一些什麼糧食援助 或是什麼經濟援助的情況之下 他只好挺而走險 他挺而走險的目的是 希望說你美國來跟我談 但美國他也不信他這一套 拜登來講 他跟川普的做法不太一樣 拜登說你既然是威嚇我 然後叫我去解除你的管制 也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擺證給你看 你敢動 試試看 你敢動的話 我今天就把你滅掉 然後你今天來講 這個政權就亡了 但政權亡的時候 中國不會動嗎 中國一定會動嘛 因為你接下來的話 如果南韓挺進到 跟亞綠江跟中國交接的話 那整個美國的勢力 美國的駐軍 就跟中國交接 就接朗了嘛 對中國來講 他不可能接受這種事實 所以他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出來跟美國來調這件事情 那你當你出來調這件事情 台灣的問題呢 台灣就整個被帶上檯面了嘛 為什麼 我們在1月13號選舉的時候 卡爾文13號是不是偷偷的 是真的光明正大的 從巴士海峽方面經過 很多人認為說 這也是在挺台灣的民主選舉 但是他過去之後 應該就是什麼 應該比如跑到南海去 跑到東北亞去 結果沒有 他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 足足將近有半個月之久 而且到現在為止 還沒離開 然後再加上有羅斯福號來 不要忘了 羅斯福號是怎樣 羅斯福號以前在亞太出現過 然後呢 後來他疫情的時候 那時候回去了 回去幹嘛 碎胸 也是大胸 他把整個全部的 航空母艦全部 換成 比如說F35C 可以吹之急降的 這個戰鬥機在上面 另外他有所謂的 E2D的電針機 還有另外有一個最新的東西 就MQ25A的空中加油機 這種是無人的空中加油機 這個也可以配備在 這個航母上面 那另外當然還有 還有魚鷹直升機 這些都跟卡尔斯差不多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這艘乃是要換雷根號回去 因為雷根號要大修了 所以現在羅斯福號在這裡的時候 雷根號也沒走 就形成三艘航母 同時在這裡出現 那我剛剛講 他的戰力比原本的雷根 羅斯福號 就原本羅斯福號的那個配備 他其實戰力已經翻兩倍上去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到底這個美軍 他這裡短時間是走不了的 那目的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維持台海和平 因為在台灣的520 賴總統就職之前 都是一個危險期 這個危險期來講的話 就給他們韓國瑜當院長了 不是心情有變好嗎 韓國瑜當院 我們的國會跟美國不太一樣 美國的宣戰權是在國會手上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憲法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總統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實質的三軍統帥 而可以調動部隊的情況之下 中共解放軍 現在內部的人事動態 也都是不慣在更迭的情況之下 內部軍心不穩 內部軍心上的官員 叫新官三把火 通常都想要說有一番劍術 表現給習近平看 否則他官位怎麼保得住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有可能有一些插槍走火的情形出現的時候 就值得大家去關注 因為特別是這幾天 我直接講 就是說這幾天 大家也都關注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共把M503的航線推到了海峽中線 國台辦出來跟你講說沒有海峽中線這回事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這是我們的台北飛行情報區的圖 這是有點複雜 但是事實上從馬祖飛回來或金門飛回來 其實本來就有兩條航線 但是他硬要在這兩條航線下面 在自己他去畫一條西往東的航線 就W所謂的W122跟W123這兩條航線 然後直接貫穿到了這個海峽中線 臨近海峽中線之後 再由他們M503他往這邊推 因為本來是離我們這邊 我們叫他往後退一下 往後往西退一下 16海裡左右 他現在往前推 他也不跟你商量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因為你知道 中共的民航機通常會 就是說他是由軍方可能會假扮民航機 你知道以前他好幾架 比如說海南航空的 還有或者是這個南方航空的 他都會以國家的身份 然後飛到南沙群島去 越南常常跟他抗議 他說這個雖然是民航機沒有錯 但是我是出任國家任務的 所以我就是變成國家航空器 也就是說他其實可以假扮民航機的方式 來騷擾你 然後不是只有現在的軍機落台 軍艦落台而已 他還會用這種叫做灰色地帶 民航機假扮他的國家公務機 然後就來進行干擾你 騷擾你 然後你空軍一大 我們的空軍一大 每天都要起飛起降帶去攔截也好 或去偵察也好 這些使得我們空軍疲憊的情況之下 他再一舉進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我們下層的電視 我們下層的電視 我們下層的電視